我们再回来看 美国呢在操作台湾 尤其呢2758号 10月25号 2758号决议文的50周年 习近平也为这件事情讲话 你就知道 当然他特别针对2758号决议文 50周年 他不是针对台湾光复节 但是他表示 他重视这件事情 可是美国的操作是相反的 想要借着2758号决议文的修正版的讲法 想要让台湾有机会 回到国际体系 尤其回到联合国体系 有可能吗 我认为很难 因为美国基本上 希望帮台湾拓展国际空间 让台湾能够参与联合国的相关的组织 讲了很久了 口惠而食不至 美国就现在在整个 他的盟友之间 到底还有多大的影响力 美国总部人一直玩的都是军事威胁 加上口惠而食不至啊 你军事威胁的影响力越来越低了 那你在于你的各个国家发生的经济的问题 财政的问题 要索困的时候 美国根本就是一张嘴巴讲 美国能够做到实质的一个协助吗 所以美国的这些友方们盟友们 其实对美国是观望的 只是大家还不敢公然去违逆美国的意思 但是其实心里头对美国是不服气的 一旦美国引发了中美之间的大战的时候 这些所谓的美国所谓的盟友 很可能都是做毕上官的 所以我认为美国的影响力 正在四围之中 也就是因为美国影响力在四围之中 大陆才有一派衍生的这样的说法 因为美国在四围 而大陆正在提升东升西降 所以不需要太急的解决台湾的问题 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也给蔡英文找到了一个 可以去往用切香肠的方式 往十字台图迈进的一个机会 好那当然这个2758决议文的 在这一天的这个提法 他当然不是短时间之内就能够让台湾 你看台湾以现在的情况来讲 蔡英文刚上任之后 之所以还能够派他的卫福副长林纣炎 参加的WHA的世界卫生大会 是因为那个呢 是在他上任之前就排好的 收到的请帖上面呢 都会加上一行字 基于联合国2758决议文如何如何 所以邀请台湾作为观察员 那个时候是北京方面来讲的 给蔡英文的最后一个面子 但之后就没有了 换句话说不管是WHO 或者是或者国际民航组织等等这些 看起来跟政治比较不直接相关的 一些服务性的安全性的公卫性的这些的组织 台湾要参与都还是非常的困难 因为美国在联合国里面 老实讲美国在联合国里面朋友比中国少多了 第二个 现在这些的议题都不需要经过五个常任理事国 五个常任理事国里面 中国俄罗斯他的态度是一定是清楚的 所以台湾固然知道美国在炒作台湾的国际参与 但是不会有效果 最后我们再来看就是说 因为中美两两强子之间 大家在看就是说 拜登跟习近平什么时候可以见面 虽然美方不 我强调是美方四帅讯息 美方一直说今年底呢 习拜呢会见面 不管是用视讯 他没有谈实体 我认为实体不可能 视讯 可是即使是视讯 中方没有任何正式的动作 所以大家看到这些讯息的时候 你要先先存疑 最少我个人存疑 因为中方 即使杨洁篪在10月6号 和苏立文呢 在苏黎世见了面 苏立文出来之后就是这个调子 可是杨洁篪回国之后 没有任何反应 因此中美之间是不是一定能见面 本人怀疑 那我说就算见面 最少有个时间点不会 12月9号以前不会 为什么因为那天是民主峰会 12月10号是所谓的 世界人权日 美国最喜欢玩玩这个东西了 那美国的这两天又释放出说 已经在和蔡英文政府讨论参加民主峰会事宜 第一个你觉得台湾有可能参加民主峰会吗 我坦白讲 我曾经跟苏起谈过这件事 我说如果 如果真的要台湾参与 那他估计 两岸之间就彻底的完了 第一个会不会 第二个 那如果说台湾参与了 美中之间的高层 就是说习近平和拜登还有机会见面吗 这点我跟香楼看法一样 我认为台湾参与民主峰会的可能性是没有的 美国之所以方面提出了说 要可能会考虑到台湾参加民主峰会的一种说法 其实是等于对大陆进行讨价还价喊价的一个筹码 或者是一个武器 到现在为止我都是这样想的 没错 所以我认为基本上台湾的利用价值 一旦被用过了以后 那么台湾参加民主峰会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低的 那至于说中美之间有没有可能在年底 拜登跟习近平之间进行所谓的中美的高峰会呢 我认为年底的可能性也不高 为什么 现在基本上美国非常非常的希望 中美的高层赶快见面 高层见面之后 让中美之间的关系能够紧张化的程度能够下降 对于美国现在困难的经济的情况 是有所疏解的 对美国现在拜登面临的压力是有疏解的 拜登现在的民意支持度一直往下跌 上任以来已经跌到了最低点了 而他面对了川普又即将要复出 又面对了这个共和党的一个竞争的压力 包含了他的中期选举 拜登是希望能够突破这个局 突破这个局 他就必须要中美之间能够高层能够见面 然后见面之后有一个比较缓和的结果 他才能突破这个局 可是要突破这个局 他又希望能够透过台湾的牌 来对大陆产生强势的压力 逼着大陆软化低头屈服 然后中美高层见面 达到他所想要的目的 可是大陆会这么傻吗 以大陆现在所拥有的资源 跟他的后世的潜力 他不需要对你美国委屈求和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大陆当然人动我不动 你去动嘛 我不动嘛 我自己坐稳我的角色 坐稳我的角色 我不动嘛 看你美国出招嘛 那美国现在的情况 可以看出来 他的焦急的心态 从最近刚才提到 美国的亚太副租金 到美国的布林肯 到拜登 到蔡英文 连续不断的出招 就显示美国的焦急的情况 焦急的程度 已经升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点 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你是大陆的话 你是大陆的领导层的话 我为什么这时候要与你谈呢 我当然掉掉你胃口啊 对不对 然后再跟你谈筹码 你美国有想得到的筹码 你美国希望 能够在中美的博弈中 让大陆对你低头 让你保持一个永久的霸权 而大陆希望两岸之间 美国不要介入两岸了 那两岸之间顺利的上谈判桌 达到和平统一啊 所以大陆 你有张良记 我有过墙梯嘛 所以大陆有他自己的盘算 这就是我所谓的战略的定力 其实就在这个里面 好因为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啦 今天在我们现场是邱毅啊 我本来本来是找邱毅来 今天呢跟邱毅好好聊到我们之间的恩怨 本来想要在这里呢 在在在在视讯的时候呢 直接呢 让他看我们两个人来打打给大家看 我算了 好了开玩笑的 不过呢 刚刚刚在讲到就说 在中美关系毕竟 嗯 他是现在呢 全球的所有的双边关系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组关系 全世界所有的所有的关系 都会跟着这组的关系的变动 而变动 那台湾就在这个中美关系的 这样子一个平衡幕上面 他往任何一边的移动呢 台湾都会感受到剧烈的摇化 这个是台湾的特殊性 没有错了台湾现在已经上台面了 因为中美之间 以我跟邱毅的年纪 其实我们都知道 中美在那个最和缓的 1978年79年之后 有很长时间 其实中美见面的时候 是不太谈台湾问题的 一句话就带过去了 因为觉得那个不紧 那也不希望台湾问题 妨碍了中美在其他方面的整合 美国需要中国 中国也需要美国 尤其到了21世纪之后 可是现在并不是 现在中美只要见了面 不管什么成绩 你必谈台 台湾 全世界都把台湾 两个字呢 当作是热门关键字 在搜寻 这个对台湾不是好事情 那邱毅是一群闽南人 我们在台湾闽南话 怎么讲 点点吃三娃公 拍到处理 比较没中情 比较没弱 意思就是说呢 你其实太高调 太被关注 对台湾这种小地方 绝对不是好事情 那台湾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那是政治选择的关系 是民进党执政了之后 他基本上面唯恐台湾不乱 因为在台湾乱的时候呢 对民进党不见得不不利 他基本上是可以上下其手的 好那美国呢 现在刚秋毅讲的半天 其实就是 我觉得今天美国有求于中国的 远超过中国有求于美国的部分 美国的高度希望有一件大喜事 来为拜登冲喜 他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美国生病了 生病了之后 可能需要一件喜事来冲喜 所以他会不断的想要去跟习近平见面 释放出这种讯息 但是难度呢 是非常非常高的 本词